天上天下不如火 十方世界已不必 世间所有我尽见 一切无庸如火者 天上天下不如火 十方世界已不必 世间所有我尽见 一切无庸如火者 一切无庸如火者 齐聚王舍城灵鹫山中讲经说法 当时佛陀安住在 甚深光明宣说正法的定中 在场的观自在菩萨 在运用无量之多的 世出世间大智慧观照自己的真如本心时发现 本心自始自终是没有色深 感受思想行为和意识的 世间万有 原本就与真我毫无关联 从而超越生死激流 渡过了无尽苦海 当观自在菩萨 正知道这一绝对真相之后 就告知坐在一旁的舍利佛尊这道 无论是色深还是感受 思想行为和意识 在本心中都是空无所有的 在空无所有的结束之上 这无运也都因为因缘的和和 不断的在空和有之间相互转换 无运再怎么转换 而真如本心从来都是空即无相的 他即无生也不会消灭 既不能够说他清静 也不能够说他说漫无够 他既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 真如本心之中 既不存在色深感受思想行为和意识 也不存在物质 音声香气味觉接触和意念 至于眼睛所看到的外景 耳朵听到的声音 彼此闻到的香气 舌头尝到的味道 身体接触到的外在 以及所涌现的种种意念 乃至于愚痴或者是智慧 或者是衰老和死亡 以及世间八苦苦之根源 和灭苦之八正道 都跟本心毫无关系 本心也不曾跟这些外景和万法 有过任何形式的存在 更不可能得到和拥有什么 正因为什么也不可能得到和真正拥有 所以那些发愿求证福果的菩萨们 才会依照无量之多的 释出世间大智慧 从而达到心无挂碍的极乐境界 正因为心无挂碍 才会无辅恐怖 不会万得换身 进而远离颠倒梦想 从而安住在 究竟圆满的涅槃境界 十方三世所有祝福 正因为正知 这达到不生不灭 其境精良 心无挂碍之极乐境界的无量之多 释出世间大智慧 才认得了无上正等证据 因此 释出世间 只不惹智慧的微神力 是无量无边的 是能够使修学者 安住在自心之大光明中的 没有任何智慧 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 除此之外 也没有任何智慧 能够使修学者 得到除掉所有真实不虚的烦恼 那么 这世出世间的大智慧 究竟是什么呢 放下吧 放下吧 当到了心中 不着过沉的时候 功德就圆满了 佛陀出得定来 随喜赞叹 观自在菩萨 摩赫萨道 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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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根深厚的大事 你的如法真实不虚 如理如法 世人要想成就无量之多的 世出世间波忍智慧 就应当如实修学 这法意也是最为究竟的无上正法 十方三世所有如来 都会随喜赞叹 佛陀开示完毕 观自在菩萨 和在场的比丘们 天龙八部们 所有人等 都积大欢喜 信守奉行 佛界有国 名曰震大 西南有省 市围四川 川之正北 有金登山 微微金刚山 平常之东南 彩宇环绕出 波光照大前 抱切音波弹 高速如云间 众生极相远 无依不圆满 是梦才是梦 光照直升线 无天如日跋步 起至金刚山 轻轻流离间 过过永终远 鲜花装四季 一碎烟渺丧天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光大之上弦 天如之大路 齐聚金刚转 静静流离间 花花灯床面 鲜花庄四季 吹烟了桑天 圆明皆清澡 朝门流洋弦 明明之春风 微笑秘密天 东桌天好好 静香金刚山 欢迎时光游 欢迎时光游 欢迎在世间 欢乐金刚转 优优独播剧场 最后一天 在简直